重機騎士呼嘯而過 這裡是台山縣 尾在新竹縣北埔而沒路段 不過非假日時間 山路車少路寬 紅綠燈也不多 七機車都容易超過速線 附近居民很困擾 因為過去常有車輛禁速 3月1號在北埔和鳳碧尾隧道 啟動區間測速 不到一天時間 違規減數驚人 光台山縣北埔而沒段 就達到119間超速 台15縣鳳碧尾隧道 更多有684件 同一時間屏東也有路段 啟動區間測速 分別在台1縣站背道路 台26縣尖山段 以及草浦森永隧道 一天有超過250件超速違規 一般測速雷達都在駕駛通過時 拍照取締 雖然能精準偵測車速 但不少駕駛人 會在接近固定桿前進行降速 忽快忽慢容易發生 坠狀事故 而區間測速則是以車速平均 來做標準 不但可抑制瞬間超速情形 還能減少車與車之間的速度差 穩定路段車速 區間測速設置地點 大多是下坡轉彎 容易發生事故等路段 區間測速啟用 科技執法也是要提醒民眾 注意行車安全 以免荷包大失血 靜新聞 楊岑城許家園 這場報導 如果要測速設置地點 所以我們可以測速到 各地道路段 但可以測速度 在等於 我們都可以測速度 提升 長